那刚刚呢我们写的这样一个百度贴拔的爬虫 在这个贴拔的爬虫里面呢 我们根据我们的这样一个思路 根据写在乱方法下面这样一个思路呢 来实现的这样一二三四步 但是在第三步的时候呢 我们非常清楚 我们只提取到了数据的一部分 只提取到了这部分数据的 title和herf 对不对 那么关于图片这一块呢 我们没有提取到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图片从中提取出来 那么图片从中提取出来 该怎么提取呢 这里呢我们定的一个方法 叫做getEmergedList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把详细的URL记者传进来了 那详细的URL记者传进来之后呢 毫无疑问 我们要做三连二这一步 发送请求 获取详细的第一页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调用一下 sell点plusUR了 对不对 然后呢把detailURL传进来 那这个地方得到一个detail gmstr 对不对 那得到它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使用一充其处理台 那就是detail gmstr detail html 就应该等于 eatray 点大写的itml 然后呢 再处理这样一个detail html 那冲起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就该写xbus了呀 提取里面图片了呀 那写xbus该怎么写呢 我们找一个详细页 去看一下 使用选择工具选择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 这是这个image对不对 大家看到 如果让大家写xbus这个image的src该如何定位呀 该如何定位呀 这个都不会的吗 那我们再找一个 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图片该如何定位呀 大家没看到它有一个非常大的class吗 写的这么清楚 这都不会写吧 这是这个图片 对不对 我们再看一下下个图片 它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是不是也有个bdeimage呀 那说明什么呢 图片都在这样一个image标签 class等于bdeimage的标签里面 对不对 那么xbus非常简单 那就是imgnist 等于detail.html 叫xbus 对不对 然后从中提取img 然后呢artclass等于它 对不对 然后它的src对吧 是不是提出来了呀 提出来之后肯定这是个列表 对不对 到一个列表之后呢 我们该要做第三点四这一步事情 然后就它下一页对吧 那下一页的u2地址首先得找到 u2地址在哪呢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呀 毫无疑问最后一页肯定是没有下一页三个字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detail.next.ur等于什么呢 detail.html.xbus 然后呢这个差不多该怎么写呀 杠杠A 是不是刚刚写过呀 然后呢 text等于下一页对不对 下页拿到之后呢 然后呢artcurve对不对 这curve是不是拿到了呀 然后之后呢我们得判断了 对不对 if detail.next.ur 它长度大于0 然后呢detail.next.ur等于什么呀 等于detail.next.ur 第0个对不对 我们现在是不是获取到了下一页的记者了呀 那获取到下一页的记者该怎么做呀 是不是得再去方向请求了呀 那就是detail.html.html 等于self.parse.ur对不对 然后这里传detail.next.ur对不对 然后之后呢 看看什么呀 是不是要提取数据了呀 提取数据之前是不是得用一锤去处理它呀 就这一步对不对 做完这一步是不是写xbus的呀 写xbus就写这一步对不对 想问xbus干干什么呀 是不是得再提取下一页的记者呀 提取 提到下一页的记者之后 是不是得判断呀 是不是得这一步啊 所以就是这一堆是吧 往前下面来 是不是啊 那这个做完之后呢 再接着再做对不对 再判断 是不是又是这一步啊 这是干什么呀 那当前这个循环的内容 循环的内容是什么呀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循环内容是什么呀 先去发送请求 然后提取 然后使用一处理去处理 处理完了之后呢 去提取数据 提取数据之后呢 再提取下URL地址 这个循环内容是不是这四行呀 这四行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调整它自己 就可以完成的呀 是不是调用self的get image list 是不是可以完成的呀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后面这四行是没有必要的 对不对 我们调用一下self的get image list 去本来做这个事情呀 这是干什么呀 这是干什么呀 函数调用它自己这是干什么呀 这是不是就是地规呀 我们把detail那个词由要传进去 传进之后呢 我们可以调用它自己 那这里大家需要知道是 return调用之前 地规调用之前 我们是不是要写return呀 地规是不是要写return呀 不写return单纯的真理 仅仅的是调用一下 最终数据是回不去的 对不对 那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看一下 调用self的get image list 传入详细的下一个URL地址 那就相当于程序到这来了 那此时此刻next的URL呢 detailUR呢 就是它下一个的地址了 对不对 发动请求提取数据 提完数据 下通发动请求处理 处理完了提取数据 那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了 提取数据的时候 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在这个地方 提取数据 使用emerginist来保存 那么第一页的emerginist 是不是就被覆盖掉了呀 第一页的emerginist 是不是丢失了呀 因为这个时候呢 它提取到的是第二页的图片 那重新的构造下一页 来判断它是否大运林 大运林的时候呢 再去重新调用它自己 在第三页的时候 第二页第一页的 是不是都没有了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得想办法 把这个emerginist里面 数据保存起来 是不是 那怎么保存呢 我们是不是给它传一个参数呀 叫total imginist 这样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它设置为一个列表 它就是在这里调用它的时候呢 给它传一个空列表进去 最开始的时候 totalemerginist 这个空列表 那在获取到当前这些数据之后呢 我们使用total emginist 叫extend imginist extend这个方法 还记得吗 把emginist的数据呢 放到它里面来 如果大家不想用extend 直接加等于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呀 加等于 是不是 列表是不是可以相加的呀 之前的时候呢 在做这个公开课 给那个大学的学生讲 给他们出题考试 考试呢 要考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 那么提前问他们一些问题 列表可以相加吗 列表可以相成吗 列表可以相除吗 列表能和数字相加吗 列表能和数字相成吗 列表能和数字相除吗 字典能和数字相加吗 字典能和字典相加吗 大家会吗 为什么要笑呢 对不对 大家也不会对吧 虽然看起来比较简单 其实呢 大家他们还是估计得 敲一敲才能敲出来 对不对 当然他们是 开卷的哈 所以他们可以自己在iPad上里面试验 当然大家可以知道的是 列表跟列表是可以相加的 对不对 但是是不可以相减的 对吧 列表能够和数字相成 但是不能和数字相除 对吧 那列表和数字相成是什么样的结果呀 比如说我们列表里面有个1 它乘以10 这是什么样子的呀 10个1对不对 列表只能和列表相加 和数字相成 其他操作都是没有的 那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当前这个页面上的Imaging List 放到了TotalImaging List里面去了对不对 放进去了之后呢 TotalImaging List里面就有了当前 这个页面上的所有的图片地址了 那当我们在这儿调用它自己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把TotalImaging List传进去呀 传进之后是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此时此刻 当它调用自己的时候 也就是到这来的时候呢 DetailURL下来的URL地址 TotalImaging List 是包含有第一页图片地址的这样一个列表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地方 它提取到数据之后呢 TotalImaging List再把第二页的数据呢 放进去 那此时此刻 这个地方呢 TotalImaging List就有了 第一页和第二页的图片的数据了 是不是 然后它重新的再去 使用XPass呢 去获取下页的地址 然后在这地方再调用自己 直到什么时候 这个地址解除了 就是到没有下页的时候 对不对 就当它的长度呢 不在大运的时候 那不在大运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整个地址就结束了 我们需要给它一个Return 那我们写个Else在这 ElseReturn什么呢 就不再ReturnImaging List了 Return什么呀 TotalImaging List了 对不对 那大家也可以知道 我们前面这里写了If 然后写了Return 下面这个Else可以不用写了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不用写了呀 我们可以直接Return TotalImaging List了 对吧 为什么可以不用写呀 因为当程序从上往下执行的时候 遇到Return Return后面那种 都不会执行 它如果条件成立 它就会执行这个Return 不提供它自己 如果条件不成立 就会执行这个Return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在If和ReturnPay的时候 有没有Else 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因为不会执行到后面去 如果前面条件执行的话 是不是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Return TotalImage的 那Return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接受一下 就获取到了 帖子详情页中的所有图片了 通过这样一个地规 我们就可以解决我们的需求 是不是这个样 这个地方呢 我们再来和大家请来拟一下这个思路 我们为了获取图片的地址 我们定义了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以传一个详情的URL地址 传这样一个URL地址进来之后呢 我们发送请求 然后呢 去使用一锤出品它 出品它之后的目的是 使用XPass提取数据 那我们发现了图片的所有的class呢 都是BDImage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它来把图片地址提取出来 那提取出来之后呢 我们拿到这样一个图片的地址 然后呢 我们把它放到了一个TotalImageNist里面去 为什么要放到这里面来 因为我们会发现 当后面 如果我们不放进去的时候呢 地规的时候 在下一次地规的时候呢 就会把前一次的ImageNist给它覆盖掉 那为了避免前一次的ImageNist的丢失 我们可以把前一次的ImageNist呢 说呢 全部放到这样一个边缘里面去 那在GetImageNist的时候呢 我们不停的去TotalImageNist的 那TotalImageNist的时候 大家就需要注意了 最开始的时候 它确实是个空列表 但是在下一次地规的时候呢 它里面已经有数据了 所以在下一次地规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是有数据的 那么再把下一次的这个图片的地址也放进去 然后进行下一次地规 那这个时候呢 TotalImageNist的数据呢 又变多了 直到GitaleUIL 就是下一个UIL地址没有的时候呢 地规结束 对吧 地规结束呢 就返回这样一个 TotalImageNist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能拿到所有图片地址这样一个列表了 然后接受一下 接了之后呢 我们当前这一个帖子的数据呢 拿到了 拿到放到这样一个containlist里面去 然后把它给返回 顺便的 我们返回了一下列表页的UIL地址 对吧 列表页的UIL地址拿到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通过containlist和next的UIL 保存一下 来接受一下这两个数据 然后呢 把containlist做给保存 然后呢 把next的UIL地址呢 相当于在此时此刻 你们更新了 对不对 然后重新的进入下一次的WIL循环 是吧 进入下一次WIL循环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的 来这里 发动请求 是吧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把next的UIL 让它等于的是 self的 10大的UIL地址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整个程序就结束了 整个程序结束之后呢 我们跑下这个程序 然后就是贴吧Spider 对于贴吧Spider 对吧 那么比如说我们给它传一个 猫在一个吧 这个吧可能比较小一些 那贴吧Spider的run 对吧 那这个地方 大家还需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刚刚呢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UIL地址呢 其实都是不完整的 大家有注意到吗 比如说我们鼠标选的工具 选择一下它 这个UIL地址是不是不完整的呀 少什么呀 少的那部分内容 是不是我们把鼠标放上去 Chrome地址器 就帮助我们自动补权了呀 少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M前面那部分内容呀 M前面那部分内容 是不是就是这部分内容呀 我们把它复制过去 复制到放到我们的这里来 然后cf.part UIL就等于它 然后在任何其他地方呢 我们需要 购到UIL地址的时候呢 我们都把它加上去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或者是帖子详心的UIL地址 它就需要加上什么呢 cf.part.ul 对不对 可能这个时候 又同学在想 我们这样加可以吗 我们这样加是可以的 对不对 因为前面我们写 if.else的时候 这个三元预算符的时候 我们知道 当if后面曾经成立 会把一幅前面的结果呢 复制给atom and hearth 否则的话 会把难指 复制给atom and hearth 所以说不会出现 cf.part.ul地址和难指 相加的结果 大家也需要知道的是 四幅串和难 没办法相加了 对不对 它们内心都不一样 所以这里是关于三元算符的 另外一点需要注意到就是 一幅条件如果成立 它前面这一坨操作 通通都会执行 然后呢把值付给它 然后呢它是不会和难指 经营相加的 这一点可以理解吗 那么在这个地方 除了帖子详细页的之外呢 还有下一页的URL地址 我们刚刚注意到 好像也是不完整的 是吧 它是不是也要加一个 完整的URL地址出来呀 也是刚刚想的那一部分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下一页的URL地址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可以self点 part.ul 然后加上它 是不是就好了呀 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的 在这个地方我们提醒 下一个URL地址 是不是也是一样 需要相加一下呀 self点part.ul 然后加起来 大家千万不要注意 不要使用加等于 对不对 加等于和它加 它是不一样的结果 对不对 加等于是它加上 后面那个段内容 加到后面去了 对不对 加等于是可以的吗 想错了 加等于还是可以的 detailURL加等于 detail它的结果 是我们这一部分在前面 还是这一部分在后面呀 想象一下 我们可以在iPad市里面 尝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一个a等于1 a加等于2 这个时候21还是12啊 12对不对 就是12对吧 a是在前面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不能够使用加等于的 对不对 是不是不能够使用加等于啊 因为加等于的话 detail 不是这个地方压根不是那回事啊 因为首先我们在这里需要写 取它第0个对不对 取它第0个 然后后面呢 我们需要使用self.pad的URL地址 咱们放在前面 刚刚说的意思呢 就是大家希望能够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它是加等于是a等于a加2 a等于a加2 然后效果 这个地方呢 如果说它是不取第0个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也仍然是不能使用加等于的 对不对 是不是不能使用加等于啊 不能使用加等于self.pad的 是不是不能这样写啊 就算它只是一个字符画的话 是不是不能这样写啊 因为这样写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把它写到后面去了呀 它是等于它加上它的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写啊 就加上detailURL地址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得到这样一个结果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跑一下我们程序 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那当然呢 这个程序是没有什么现象的 对吧 没有现象的话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保存成功 那么它写到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打印一下 print url 而且你又不动吗 用来其实可以的呀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 报道有这样的错误 这个错误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Value Error Unical Stream with Encoding Declineration Declineration声明对吧 带有编码声明的Unical字符串 是不被支持的 请使用by此作为输入 或者说XML没有编码声明 没有声明的XML 这是什么错误呢 这是什么错误呢 看一下在18行 18行在哪呢 就在这个位置 说明这一行有问题对吧 它说的意思是 这个ITMR字符串不被支持 为什么不被支持呢 因为它带有编码声明 什么叫带有编码声明呢 就是我们不清楚 我们可以来打印一下 ITMR字符串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说它带有编码声明的呢 这是不是就是编码声明啊 看一下 IncodingDeclineration对不对 IncodingDeclineration 是不是这个就编码声明啊 它说的意思非常清楚 带有这种符号的这种XML 是不能够被支持的 我们需要作为 使用一个by此内容进行输入 或者说使用一个XML 没有带有声明的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呀 它提出了这么清楚 还怎么办呀 底刻的就是不能要呀 不要它就好了 就是个by此内容的 对不对 那我们重新跑一下程序 看一下结果 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们在19行有个错误 这地方吵起来一个括号好像是 对吧 contains吵起来一个括号 这么办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它是在请求第一页 然后第一页的它写到第一个帖子 第一个帖子里面有很多很多的UR地址对吧 这个帖子太大了吧 找个小帖子 有什么小帖子吗 今天做头发对不对 今天做头发 那天是什么做头发 这就做头发是吧 就这个 这有图片吗 估计每个地方都没有图片吧 没有图片 郑州做 怎么都是郑州呢 是有图片的 那就用这个吧 现在报了一个错误 报了什么错误呢 就41行我们来看一下 41行报了这样的错误 其实我们 detail next year 它是写错了对吧 我们要判断的是detail next year 长度大运的时候在做事情对吧 是不是写错了呀这个地方 然后呢我们为了让它循环更小一些 我们这里写成做头发 con only pass string 第18行 它又告诉我们只能解析 字幕串 con only pass string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告诉我们只能解析字幕串 刚刚告诉我们只能解析 by 字幕串 或者没有编码生命的 现在也告诉我们只能解析字幕串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发动关系它的请求 我们看一下这个请求是什么 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问题呢 为了解析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稍微的看一下 确定一下 它到底是在这个地方报的错误 这就是在18行报的错误对吧 在获取contain list的时候报的错误 那contain list 在getcontain list的这个地方 终于跑一边看一下 是不是还会报这个错误 还会报这样的错误 这个地方我们就给它一个一张补货 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个地方 会报这样的错误 我们打印一下它的内容 是什么样子的 第18行 我们打印一下 我们打印一下 这个地方就提出我们 localHMRbeforeassignment 它并没有打印HMRSTR 对不对 它这地方的问题是 告诉我们HMR为难指 因为后面它要用 但它并没有打印它 这一块内容 这就好好看一下 等这新花在这里区分一下 标记一下这个HMRSTR在哪 这地方它并没有报错 是不是 地方并没有报错 但是它还是 它并没有打印它这一块新花 然后它居然还报错了 报错的话 它没有打印出来HMRSTR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所以不是这个地方报错了对吧 在哪新花呢 最后一行 那说明什么呀 说明HMRSTR被我们在什么地方给改了 HMRSTR HMRSTR get a content list get a content list get a content list 这个方法在这里 把snet ur 找到一个HMR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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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标签链接 哪个地方呀 三十一行 三十一行 A tags等于下页 art href 而且REF嘛 不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吧 是 就是HRF呀 不是这个电话问题哈 它这个地方把这一坨都给打印出来的 它意思是这一坨现在是HMRSTR的意思吗 或者说HMRSTR为nance 为了再确定一下 我们看一下在前面的打印出来的情况 打印出来很线哈 再看一下 确实此时此刻HMRSTR 它变了对不对 变成了一个灭表对吧 那肯定是哪个地方 我们把它给写错了 为什么会变成一个灭表呢 在前面getcontainlist 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在哪调用的哈 这个地方保存的时候写错了 对不对 是不是保存的时候写错了呀 大家没看见吧 这个地方 保存的时候我写成了一个getcontainlist 其实这个应该是save对吧 好 那这个地方问题解决了 解决我把这个删掉哈 这是不应该出现这种错误的 重新跑一遍 重新跑一遍 写错的时候报错了对吧 应该怎么办呀 UTF-8对不对 加上 重新跑一遍 好结果好像是有了对吧 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我估计后面好多地方是没有图片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图片 首先呢这是标题URG址对不对 然后还有就一个图片 大家看这个图片这么长对不对 我们就不让它跑了哈 跑完了算了就让它这样 这个图片这么长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图片是什么样子的 Ctrl-C 然后呢粘贴一下这个图片 最后给影号去掉 最开始影号去掉 是不是非常猥琐啊 看到没 为什么这么小一个图片呢 大家有发现这个图片中 这个地址里面 有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吗 有发现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吗 里面是不是有百分号啊 我们说过有百分号干什么呀 就是解码对不对 那我们就给大家做一下解码 UIL解码 解码一下 解码一下 发现什么了吗 发现什么的呀 发现什么了 你们是不是一个SRC啊 看到了吗 那给猜一下这是什么呀 高清大图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的对吧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发现 这其实图片呢 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进行处理 对不对 那再进一步进行处理 该怎么处理呀 图片是猥琐的小图 该怎么办呀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拿到这个图片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什么呢 处理一下 item 它是个列表 我们就可以用 使用列表推导式对不对 imgnist 等于什么呢 i for i item imgnist 对不对 对每个iPhone可以干什么呀 首先使用 request.utility.oncode 对它进行处理 对不对 是不是对它处理呀 处理之后是不是解码了呀 解码之后是不是要Split呀 按照SRC等于 进行Split对不对 然后取后面那一部分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那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把图片的大图 是不是给找到了呀 按照SRC等于切片 分割 分割取后面一部分 是不是就取到了呀 这是关于这个地方图片处理这一部分 那到这个位置呢 整个程序就给写完了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程序 其实就是按照我们之前那个Snow来写的 之前这个Snow的时候呢 只不过在第三步的时候稍微一些复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说 这个代码呢 可能是我们当前这一阶段 遇到最难一个代码 用它中间一个嵌套 嵌套内部内容的Snow呢 其实和我们正常写的代码Snow也是一模一样的 先发动请求 再提取数据 再 再保存 或者说这个地方是返回 对不对 然后再去提取下URT值 再去请求 对吧 再去提取数据 再去保存 那这部分内容呢 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循环 放在一个地规里面去了 对不对 那大家可以发现 一个地规就可以解决 所有的详情页的数据提取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 而且本来也是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详情页里面的第一页的数据的提取方式 和第二的提取方式是不是就是一样的呀 我们本来就可以用一个函数来做它 那这里呢 我们就用它自己来做它自己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那只要给它传一个参数就可以了 所以说大家可以发现 在RUN方法里面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写的这种低规形式的 因为RUN方法里面 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提取列表页的第一页 提取列表页的第二页 对吧 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是一样可以找个低规来做 那只不过这里写的低规呢 可能Snow就不是那么清楚了 所以我们这里就写的well循环 那么效果呢 也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可能觉得难的是在难的哪呢 难在提取详情的图片这一块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可以好好的去体会一下 提取详情的图片 体会一下这种低规的思路 那在低规里面呢 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这个地方return呢 必须得有 唯有的话呢 我们在用低规这个方法的时候 它第一次会调用这个return 然后return到它前一次 但它前几次的这样一个调用的时候呢 它就不会有return值了 那不会有return值呢 当我们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它就是个难值对吧 当我们定义那个函数 没有给它返回值的时候 我们就用A来接收它 A是不是就是难值呀 是不是这个样子 定义函数没有return A来接收 A等于方向A 括号括起来 它调用结果是不是就是难值呀 所以会出现难值的情况 那后续大家在低规的时候 如果发现遇到难值的情况下来 就要知道 肯定是我们在低规里面没有写return 我们需要把return给加上 这两个地方都有return 对 对 感谢观看